你们几个怎么跟我爸妈似的 不就是没考上重点大学吗 那不上好大学就没有未来啊 你上了好的大学才有更多的选择 那不就有更好的未来了 行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假如咱们有时代电脑 可是却有二十个人想要用这个电脑玩游戏 那肯定会有人抢不到这个电脑的 那好的大学名额就这么多 咱们六个人里面就有五个 我这是在把好的资源 让给更需要他们的 但是你才认真学习了一段时间 就提高这么多 说明你努力就会有收获的 你要不再复读一年 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复读班 拉倒吧 你让我复读 还不如把我枪毙了呢 或者 你也可以去国外读大学 叔叔阿姨不是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那是他们觉得好 我没兴趣 你去国外读完大学再回来呗 那时候你就是海归了 我想去还取不了 就这么讨厌我 都想赶我走 那我们都上大学了 你一个人怎么办 你有什么计划也说说嘛 现在不还是暑假吗 我没想到这些问题 或者我不上大学了 我呢 可以找个网吧去打工 或者参加个游戏比赛 你们有的去北京 有的去江州 有的去杭州 我可以去你们的城市挨个打工 随时找你们玩去 明子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 你劝劝他 他都想好了 有什么可劝的 随便他呗 反正这是他自己的人生 无论是选择浪费还是珍惜 那是他自己的自由 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